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随静祝寺的崇雅法师 在南平山听文学习 方等法华等经 又往冬夜山参访神物楚天法师 与佛法深意大有其路 曾次学写书写法华经 并一字一礼拜 如是修行有十次之多 宋观无量寿佛经五藏 阿弥陀经十藏 法华经一千部 礼拜华言 凡网 净土七经等 共有二百七十卷 思造一生 专修念佛三昧 建筑一间小庵名为德云 并刻见西方三圣像 每夜四根 集起来念佛 现在的比丘 听到他的念佛声都动容惭愧 又在每个月二十三日 率领身俗二重 纪念西方三圣 共修的常常有千人之多 如此每月不断 总共达三十年之久 有一天忽然告诉他的徒弟说 我夜里梦见佛的经色身 高一丈六尺 这是我往生的前兆啊 从此每日请七位比丘住念 到第七天晚上 忽然起身合掌 高生的念佛 然后加附作 结首应而往生 当时是北宋徽宗 宣和元年的春天 火号后牙齿洁白明亮 像玉石一样的美丽 思造法师呢 同样啊 从小出家了 也是追随善知识 学习很多的佛经 对佛经都有很深的了解 因为他的修行历程 很精进 很艰苦 非常的努力 曾经赐学书写 法华经 并且一字一拜 修行有十次之多 诵 佛经 诵了很多卷 量非常的大 礼拜 很多经典 也是 礼拜的数量 也是非常的大 说明 思造法师 一辈子是精进修行的 对佛法呢 又有深刻的学习 领悟 所以他修行啊 是有成的 那么 世道法师 同样 一生专修念佛三昧 以西方为归宿 每天早晨 一点到三点 就起来念佛了 非常的精进 那么每月呢 又有专门 有一天 率领 当地的 生疏而众 纪念 西方三圣 共修的 常常有千人之多 这是 思造法师 影响 教化 周围的人 和他一起啊 念佛 一起 搞归西方 这前面都是说呢 是思造法师 学佛 精进修行 弘扬佛法的这些师体 那么他往生呢 就是在梦里梦见佛下 金色身高 一丈六尺 佛告诉他要往生了 那么呢 他请人来助念 到第七天 忽然 合掌 起身 高声念佛 往生了 后来又 坐下 加福坐 接手印 火化 火化以后 牙齿 接待明亮 像玉石一样 美丽 那么在这里呢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 思造法师 也请人 助念 这个助念 和我们 现在人的 助念啊 是有差别的 是有差别的 有巨大的差别 思造法师 是一辈子精进 修行过来的 自己已经 预知实质了 在这个时候 情况下 自己邀请几位 同修 来帮他 来助念的 这是和我们 现在这所谓的 助念啊 有巨大的差别 所在啊 我们现在 修行人是什么呢 平时 不这么努力 平时呢 有无数的事情 要干 但是 助念呢 很重视 有很多 助念团 有很著名的 助念人士 这都是 本末道志 就像 思造法师一样 我们提倡 大家呀 平时 这些 平时 应该 结成 共修 团体 老老实实的 拜 颤 圣经念佛 把功夫 用在平时 在平时 里边呢 遵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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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件事 善 改造自己 不断的 不断的去掉 贪 吃 不断的修 结定会 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终点所在 至于往生 助念 这都不必 他在意 因为 如果我们平时的功夫下道了 平时 改造过来了 改造好了 往生是必然的 我们自自然然 请周边的同修 帮我们助念就好了 而现在的 学佛人呢 不重视平时 仅仅重视 最末 之后我们 学习 净土圣贤路 里边这些 主师们的修行 事迹 修行 理念 这都是相违背的 因为我们平时啊 一直修行 平时一直有同修 在一起共修 我们慢慢的 我们慢慢的呀 养成这么一种习惯 所有人啊 都能修行 都有自己的 共修团体 平时的功夫都放在 自身的修养上 那么我们想 临座时候 我们找同修 我们找同修 帮帮忙 来念一念佛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就像四道法师 在这里 做的是一样的 送若鱼 则章 若鱼熟姓马 则将海盐人 学习佛法 与 辩才 圆境法师 居住在中南山龙井寺 有很久一段时间 后来与湖州的仙坛 营造房舍 接待供养僧众 建立无量受佛阁 劝导僧俗大众念佛 前来修行的大众 往往有数百人之多 前后三十年之间 凡是参与法会的诸位贤者 在灵命中时 都有详位的感应 人上奏若鱼的崇高德道行 皇上因此字号为法剑 当时有一个名为 士泽章的僧人 与若鱼为友 一同修习净土法门 泽章往生后 若鱼梦见僧人 告诉他说 你的同学泽章 正德普贤行愿三昧 已经往生西方净土 他正在极乐世界等待你 若鱼因此沐浴更衣 命令大众一同诵 观无量受佛经 自己则端生正做 静默地听大众圣经 圣完之后 忽然说 净土已经现前 我将要往生了 因此 极数的书写寄送 然后往生 其寄送说 本字无家可得归 云边有路许谁知 西光遥落西三月 正是先谈梦断时 又说 空里千花螺网 梦中七宝连池 他得西归路纹 更无一点狐疑 当时为北宋清中 静康元年九月 十年七三二岁 火化后得舍利子数百利 若语法师 同样 他依止三知识 修习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佛法 后来呢 修行有成 那么到了一个地方 建了房舍 接待僧众 一起念佛 一起念佛 这样 时常来修行的大众 有数百人之多 前后坚持了三十多年 这同样 符合我们学习 以前那些主事的事情 都是自修 然后利探 两方面都一起在做 循序渐进的去做 同样 他得到了 当时皇上的表彰 赐法号 法剑 那么他当时有一个同修 叫泽章 法师的 先往生西方了 那么呢 神人在梦中 告诉若语法师 说泽章啊 已经 修正德 普贤 行愿三昧 已经往生西方 净土了 他在哪等你呢 那么 由于法师听说了 自己墓浴更衣 让大众念 观无量寿佛经 自己 默默听大众寿经 说完以后 写了两个记者 就往上了 很潇洒 火花以后 得到数百颗 舍利词 那么我们学习学习 若语法师写的记者 第一个记者呢 叫本字无家 可得归 云边有路 许谁知 西光遥落 西三月 正是先谈 梦断时 这是对 若语法师 一辈子修行 对佛法 的认识 总结 我们每个人 总想这样 回家 我们在这个世界 有一个房子 叫做我们的家 但是 这个家不牢靠 不长久啊 这个家 很可能 今后会坏掉的 而我们不断地轮回 生生世世 在种种的房子里边 度过我们的 种种生命 我们呀 心 把心 找不到 我们的家呀 好在佛祖 告诉我们 西方 有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院 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家 我们念佛 可以回家 回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家 回到这个家里边 一许佛 佛陀的教会 我们能 才能啊 真正 最后 回归 我们呀 心灵的 根本 回到 本性 那个家里边去 那么我一辈子啊 努力修行 明白了这些道理了 现在 就是走的时候了 我们学第二个记者 叫空里千花罗网 梦中七宝连池 他的西部路纹 更无一点狐疑 我们的说破世界 就是一个罗网 这些网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种种的业力千财呀 这些业力千禅 累生累世 把我们 网罗在 这个说破世界 网罗在六道中间 不停的翻滚 不停的生死 难以处理呀 虽然我们 不断的生死 虽然我们每天 也有种种的事情 但是 这都是虚空欢迎而已啊 没有什么实质啊 都是一些经历而已 都是一些过程罢了 虽然是空 虽然是过程 但是呢 我们切切实实 又感受了种种的 生老病死 感受了种种的 痛苦 悲欢 这个呀 我们又没有办法 拜托呀 现在 我们知道 有西方极乐世界 有七宝廉池 等着我们 虽然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虚幻 虽然知道 七宝廉池 也如梦幻 但是 但是 毕竟 我们从 恶浊的世界 从 悲惨的梦境里边 归入到一个呀 极乐的梦境 归入到一个 快醒来的 那么一个 世界里边了 到了西方 虽然依然是 空患 依然是梦境 但是呢 有阿弥陀佛 在那里 不断的呼唤 不断的 让我们 清醒 我们迟早 有一天呀 可以呀 从梦中 醒来 真正的 错误 本性呀 我现在明白 这些道理 所以对 西方极乐世界 一点也不 无疑 确认 无疑 一定要 要 到西方 走的路 安稳极了 一点都 不退说 不动摇 这个是 若语法师 在 往生前 写的两个记者 我们学习了 对我们是一个 很好的鼓舞 鼓励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过去 已经有无数的祖先们 走过去了 我们只不过是 踏着他们的步伐 继续走而已 这条路 不是新路 是老路了 无数人走过了 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我们 我们只不过是 一旬 一旬 主先 走过的路 一旬 主先的榜样 一旬 主先的行持 精进修行 努力不断 一辈子呀 安安 稳稳的 走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条大道上 不要迟疑 最终 一定 能 走过去 回到家里 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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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人 授业学习 于 祥福寺 后来 一纸 南文 法师 以 能言善辩 著称 给宋 徽宗 正和初年 回到故乡 居住在 福石山 跟随学习的人 仲 忽然聚集而来 他 曾经说 我坐下 弟子 不及五百众 不讲 大不经典 因此 他一声直讲 金光明经 婆门品 等到 将要入计 往上的那一天 集合大众 身座 高堂 登 十字座 才 刚刚 家父而坐 此时忽然 见到 迎台 从西方而来 宋敏说 我平生 结了 敌地 愿取 金台 今日何以 不能如此 然后 闭目而 往生 中文法师呢 同样啊 也是 一指 善知识 修行佛法 他的特点呢 是 能言善辩 能够啊 把佛经讲到 透彻 明了 讲得很好 后来回到家乡 跟随来学习的人众 很多 但是 他定下了一个目标 就说 如果 坐下地址 不够五百人 就不讲 大不经典 那么他一生 讲的呢 都是像 金光明经 普门品 这样 一些 浅显 易懂的经典 教导众生 逐渐的 误入 逐渐的 深入 等到 入记的 往生的那一天 就 集合大众 刚刚坐下 就看见 希望世界 由迎台而来 他呢 随着 就 往生了 这一段 比较简单 他 虽然说 忠明法师 这个事迹 里面介绍的 并不多 但是 我们看过以后 就知道 忠明法师的修持历程 和以前那些 往生主师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也是自己修行 然后呢 做利益重的事业 把修行的功德 都归于 西方进土 最后 成功的 马上进土了 宋 戒然 戒然 明中 寄人 授业学习于 浮泉山 岩寿寺 当时 明智 中立法师 居住在 南湖 戒然 于是追随 他学习 天台 教官 北宋 神中 元丰 初年 开始专修 进土法门 三年 期满之后 告诉同修的人说 念佛三昧 是往生极乐世界 最重要的 法门 因此人 三根手指 供佛 并发誓 愿建立 十六观堂 堂中 设立 西方 三圣巷 四周 环绕着 池塘 莲花 等到 南宫时 诱然 三指 以报 福恩 南宋 高中 建言四年 正月 秋 金兵 攻到了 明州 寺院大众都 逃亡 散去 只有 戒然 不肯离开 后来 金兵 到了寺院 呵斥 戒然说 难道你不怕死吗 戒然说 平生 以一生的愿力 建立这个观堂 今天 我已经老了 我不能舍此离去 而只求自己的苟且生虫 金兵因此称探戒然的一行 并告诉他说 请你为我们到北地区 做十六观堂 同时要以这样的规格制度去建造 然后强迫他去向北方去 后来 人们以他离开寺院那天为祭日 尊称戒然为定会尊者 并立肖像于观堂之策 这个呢 是讲戒然法师 同样 也是 从小 医治善知识 修行 学习天台教官 等到后来呢 开始就专修净土法门了 修了三年 他告诉大家 念佛三内是往生极乐世界 最重要的法门 说明他对念佛已经有了侮辱了 已经有了体会了 有功夫了 所以他就建了十六观堂 这是一句观无量寿佛经 十六观里边的叙述 做的十六观堂 堂中又设西方三神像 十周呢 环绕着池塘莲花 这是戒然法师啊 自己修行 同样 带领大众 修行 这个事情 后来呢 就因为 精兵 打过来了 他不愿意走 被精兵 带到北方 去同样建这样的寺院去了 至于后来呢 就没有消息了 那么我们根据前面 戒然法师修行的力量 修行的精进 我们可以预期 戒然法师啊 临终 必定 可以往生净土 那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